港口边 港口边 就好像大航海时代 港口边就好像大航海时代 六百多年 就六百多年了 我的个老天 我们现在准备往回开了 然后今天会开到法国北边的一个城堡路住 我们现在出发之前去超市买点水 所以最后在圣马洛小城走一个十来分钟 相比于昨天 现在店面都开了 然后就比较有生气 游客也很多 因为昨天晚上我们在吃晚餐的时候 跟那个印度小哥聊了一下 他说现在其实反倒是旺季 旅游旺季 那昨天因为是礼拜一 那大多数商店在礼拜一和礼拜三是休息的 所以昨天才这么冷清 现在城市就热闹起来了 今天这个圣马洛古城主打一个生机勃勃 这小的餐饮店啊 早餐店啊 甜品店 服饰店 精品店 礼品店 哇 就很有生机 客人也有 店家也很热情 我们现在准备到我们停车前面的小公园吃一下早午餐 然后就起程往回走了 这边的海鸥很聪明 只要有吃的 他们都会过来 来来来来 再见 是马洛 我们现在中途休息一下 然后我也想说在到酒店之前 是不是可以开到中间某个地方去看一看 应该是不是找个小城镇去随便晃一晃 到海边停个半小时也好 然后我们就一路开回去了 我刚才问一下ChatGPT 然后我想说 从我们现在的地方到加莱港 有没有可以给我们推荐两三个地方可以去的 小村庄要有去的 然后他推荐了三四个 但是有两个我们已经刚才路过了 就说我们不会返航过去 但是有两个是在我们路前的 一个是在大概开着25分钟到一个小村庄 另外一个是在一个港口城市 所以我们打算在沿路去这两个地方 我们现在要去的第一个小村庄 叫做 好 我先去这边 反正中文名字也真的不知道叫什么了 我们到了这个不知道怎么发音的这个地方 真的很小非常小非常小 然后我刚刚在车上跟老爸说 这个地方肯定不会有什么游客的 肯定不会有亚洲游客 结果一到停车场一看 有日本国旗 是这个小地方有很多日本游客来 还是跟日本什么城市是友好城市的 不知道 现在我们先转一转 这个地方好像是一个徒步区 因为刚刚我们开进这小村庄的时候 就有看到很多看起来很像是英国的游客 应该是做一些day hike 请不吝点赞 这小村庄就是感觉配上这种蓝天 颜色好丰富啊 这边的民宅民屋 就不是那种一绿的花岗岩的外形建筑 有很多这种外墙是木质结构的 但是涂层颜色比较丰富的 就看起来很可爱非常可爱 除了砖屋顶 木质外墙的 石墙的 还有砖墙的 各种各样类型的建筑 不同材料搭建成的民舍都有 颜色很灿烂啊 真的就是大概20分钟半个小时左右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小村庄 这都不是正 走了一个遍 非常有特色 建筑风格 跟别的地方真的有点不一样 我们现在准备回车上 然后到下一个目的地 是一个港口 好我们下面要去这个港口 我不知道是小镇还是城市 叫做Honfleur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读 Honfle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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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到这地方 开车42分钟43分钟 肯定跟这边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出发 我们到达这个港口城市了 现在去转一转 哇 真的就是在海边走 这种港口城市就是一股海腥味 所以鱼腥味就迎面而来 它这边应该只有两个内港 像我们刚才从停车场那边过来 应该是一些商船 然后这边一个小内港 有点像厦门的沙坨尾 就是停一些私人的小游艇之类的 然后沿着内港再进去的话 一些餐厅啊酒吧啊 沿着内港的岸上 建了一排 因为天气很好 很多人在这边用餐 就是走在这个港口边 就好像大航海时代 海贼们在每一个港口停泊的地方 真的是有这种感觉 沙坨尾太像了 但是它做的比下面沙坨尾的品味高一些 因为这边是游船 下面沙坨尾全部都是旅游商品 沙坨尾太大 看起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逛的差不多了 出发前坐在这个内港边 吃个冰淇淋 开心果味 好吃 两个Church GPT推荐的地方 我觉得都成功 一个小一点的小村庄 另外一个是港口城市 我觉得都不错 风格还都不一样 现在我们离我们今天晚上住的酒店 还有将近300公里 要开三个小车的车 所以我们现在赶快往回赶了 好久了 到了 就是这个古堡集间 晚上八点 我们到了这个城堡 现在先办入住 在田园里面的古堡 很不一样的酒店 我们还预定了这间城堡酒店的晚餐 所以先看看不知道晚餐是什么样子 但他们刚刚问了 我们要喝什么酒 我们要了烘葡萄酒 法国嘛 烘葡萄酒 去餐厅看看 不错哦 刚才这个房主介绍 是中世纪的古堡 但是晚餐看起来好像 嗯 我不好说了 真的环境是很特别的 非常非常特别的体验 但是应该我不会对晚餐抱太大希望 这样看起来 这样看起来 你喜欢红酒吗 红酒 OK 我喜欢红酒 OK OK 原本以为这个城堡是一个企业或者一个酒店来经营的 但是其实它是一对老夫妇 他们拥有这个城堡 然后这边的所有田地这样 你看他们这边拖拉机 一些农用的设备都在 所以他们应该平时还是有在务农的 然后一些房间单出来就做酒店 我觉得蛮好的 看起来真的是很旧很旧 里面的设施也不是新的 但是体验很不一样很特别 哇 这城堡着实是有一点旧的 但是这就是中世纪啊 人家这个城堡已经在这边屹立了 刚才的房主说是1400年 那应该是有600多年 就600多年了 我乐个老天 周围的农舍 这种草地也都修整得蛮整齐的 酷 酷 这个小塔楼就是我们住的地方 就这个 前面它还做了一个平台 有一些婚礼用的这种小架子 我想说应该是有很多新人要结婚 也会选择来这边 就是城堡里面的家具 你看这些 这座位 这些皮子都是上百年的 包括这些书厨 就我们真的是在 好像体验中世纪人 在城堡里面生活 齐居的这种感觉 但对晚餐可能真的是 不会有太大的期待 我觉得体验啊 超过这个食品本身的味道 这个价值 好香 到底是谁 买到外边? そして买到外面? 小 teléfono 一切 四切 买到外面面? 入口 买到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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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到外面 像蛙蟲 從森林裡 蛙蟲 蛙蟲 好吃 謝謝 正餐五分鐘後到 剛才這個 莊主 房主 他說這個冷盤這個肉 原本吃起來感覺像牛肉 還有點像國內那種 醃製好的那種 筷石的肉製品 他說他都是野兔肉 就是後面野兔他們自己打鍊 打到然後自己處理過 味道很好 也沒什麼腥味啊 就這個 他應該是把兔肉做成泥 泥造 好吃 兔兔那麼可愛 當然要吃啦 Speciality Thanks 我暫時還不知道他這煮菜是什麼 但是外面裹的是很濃很濃的知識 然後有去煎過的 我不知道裡面包的是什麼 試看看 蘑菇 一些蘑菇和蘿勒 但我還沒吃到肉 下一口試看看 它就是蘑菇還有一點點肉末 蘿勒 然後很厚重很厚重的知識 然後用這種薄餅捲起來 然後去煎 煎完 他可能有放到烤箱就去烤一下 大概是這樣 味道還不錯 這個紅酒也是 味道也很豐富 剛剛跟這個男主人確認一下 這個城堡真是14世紀建的 就真的是六百多年 而且這是他們家的祖先就在這邊 他說他在這邊出生長大 他的爸爸爺爺爺曾祖父都是在這邊的 所以這是個Family Air 算作家船吧 祖船之地 但是就是真的是年久失修 就是你可以很清楚 感覺到在14 15世紀 他們家族至少在當地 是個小附身這樣 然後我們剛剛問了一下 我們可不可以在這邊飛無人機 他說沒問題 所以在這邊飛下無人機 然後結束今天的Vlog 在這邊飛下無人機 看到了 沒有想要怕 好久不見了 I see what you mean I see what you mean